大家好,欢迎收看您是水聊 昨天有一个观众在我的视频下留了一个言 我觉得他提的还不错 所以我想今天接着就讨论一下他这个留言 然后做一个视频 因为昨天我谈的话题是 我说在中国大陆 他的有系统的在给青少年 还有说普通民众 他正在给他们灌输一种仇恨的心理 让他们去仇恨美国、日本、甚至台湾 那这个观众他就说 他认为台湾也有这种仇恨心理 然后他就问我 如果中国民主化之后 会不会两岸 比如台湾、大陆这边 这种民间的或民众之间 比如台湾直接把他们对中共的这种厌恶 甚至仇恨 就是把它就定位到了中国人身上 那会不会导致这种 这种两个族群之间的这种 进一步的冲突 或者是甚至更多的这种仇恨 或者说会发生什么 正好不是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台湾 还有香港吗 我就聊一下这事吧 其实呢 5月9号呢 有一件事发生和这些相关 5月9号呢 香港的法院 就因为港府呢 香港法院在上诉了一个 他们之前的一个申诉 他们想禁掉那个 愿荣光归香港 这首歌 去年呢 他就提了 他去年被法院否定了 他又再上诉 今年呢 5月9号 就是前两天 他就通过了 也就是说 香港法院已经批准了 港府可以禁掉 这个这首歌 愿荣光归香港 这首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是19年的时候 香港反送中运动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全民运动 可以说空前绝后的 而且这首歌本身感染力 也非常的强 我因为发生这事 我也去专门又再次听了 再回顾了一下 当年那些场景 的确非常感人 而且这首歌创作非常棒 这首歌的确具备一种 一种 不是很多人把它直接 就成为香港的国歌吗 就一种非常 重厚厚重的这种 一种重量感 它的确是有力的 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用英语来说 既然有人 或者说香港当时的很多人 直接就把它成为香港国歌 那其实他们反映的就是当时 在抗争的时候 很多香港人 其实心里面有一种愿望 就是已经非常厌恶 中共 已经上下其手 已经开始越来越多插手 香港的事物 他们本来留下来的 中共说许诺给他们的自由 一点点被拿走 香港人其实是他们已经受不了 那是他们做出的最大的一次反抗 只不过香港 他太小了 他大王之地 他已经被大陆包围在那个地方 他基本上 特别是他的主权又被收回之后 他基本上怎么着 很难逃脱 这个魔爪 所以这个他的命运可以说是注定的 但至少当时的很多人 他就表露出一种 一种绝望 有一些人 他甚至提出了 比如香港独立 就是 这可以说是忽自欲出了 当然你一旦提出香港独立 那就是把柄就给中共抓住了 那基本上 你就很难再跟他讨价还价或做事 当然这个也本身也没什么意义 直接就被中共就是 就是说可以说是铁腕就压下去 巨大的一场悲剧 但是呢 的的确确也非常感人 我要说的是 虽然香港人和大陆人 从血缘上 可以说是就是一模一样 很多香港人还是 直接就是 甚至他们自己都 在不同的年代进入到香港的 但香港这座城市 本身它是英国人在 在中国这么一块地方 租界 怎么着也好 它凭空的从零件里起来的 它用的是英国那套系统 而我当时 在去了香港之后 我做了一个视频就谈这个 其实香港这部分 它本身是 从来没有受到 中共的直接的统治过 在回归之前 而且他们是一批 真正的躲掉了 比如说在大陆所发生的 很多中共带来的那些 恐怖的灾难的 那些运动的 一群幸运的人 同时呢 他们也是一群 最早得到自由的 甚至它比台湾 他们还得到更多自由 因为英国在那做 实行的是 君主立宪 给予了他们 充分的 各种自由 当然 你不能说香港的政治制度 就是完美的 它的确 它也有它的政治问题 然后大陆这方面 还有人瞧不起香港 等等 就不多说香港那个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能理解他们 甚至我能理解 如果我是一个港人 我当时想去 做一些抗争的 我甚至能理解 他们喊出这种口号 还有他们创作这歌曲 甚至他们把这个称为 他们的国歌 所以 所以这个 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是 中共它做一个独裁体制 特别是 最近十几年来 其实简单的就是 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和原来又不一样 也许 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时代 甚至以前的 什么赵紫阳时代 甚至邓小平时代 他们那个时候 其实相对来说 对于港台来说 它都要宽松得多 而且他们也没有感觉到 那么压迫的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这种压力 他们还有自己足够的空间 他们还可以喘口气 但现在这种 中共可以说已经迫不及待了 已经不想让他们 因为中共 特别是现在领导人 或者说现在中国 中国的这个领导集团 他有一种非常强的意愿 是他想 在历史上留下点什么 所以他对香港 对台湾 可以说是重手 就是他的威胁越来越大 那你在这种压迫下 香港台湾做出这种非常 他们做什么 去保护自己 都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我完全理解他们的 如果我是他们 你比如说这次去台湾 我也第一次去感觉到了 他们对于 主要是在网上感觉到的 生活当中还没有 对于这种大陆这种 来自于大陆这种长期压力 这种排斥 其实如果 我感觉到他们 其实是蛮压抑的 因为太近了 大陆 而且这不是一年两年 也不是最近几年 他持续几十年 当然最近就越来越厉害了 有人说 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不错 那时候 大陆释放的善意还比较多 双边好像有一点 重归于好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时候大陆甚至他们说 在一些景点都可以接受人民币 但是现在几年 你是作用力 反作用力 你只要相亲比心 你就能理解这一点 我说这个例子的原因是 我想用这个来解释 就是如果中国继续沿着 目前的他的这套很八道的 这套独裁往前走的话 那结果估计是不会太好 因为这样的例子很多嘛 苏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苏联在苏联统治下 那他的版图多大 他有很多不同的民族 加盟共和国 但他崩溃的时候 苏联搞不下去的时候 他加盟共和国全部独立了 无一例外 然后现在俄罗斯也 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俄罗斯 俄罗斯就是小号苏联 现在俄罗斯打了败仗 如果他真的完全失败了 而且他的政治发生动荡 当他普京搞不下去之后 因为现在俄罗斯实际上是靠中国嘛 那个时候俄罗斯也会分崩离心 就很多人也就在预言 俄罗斯也会走向跟苏联一样的 一样那种崩溃 然后很多他自己的内部的 那些各种民族就纷纷独立了 这似乎是这种专制体制 他避免不了的一个宿命 其实你说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和美国比较起来 他的种族的多样性还不一定有美国多呢 美国那种族多样性 甚至澳洲也有很多种族多样性 澳洲来自世界上 所有国家的人都在这儿有移民 大量的亚洲人 各个国亚洲人已经占了非常大的比例了 但是你没有感觉到 他有多么的民族不和谐 特别美国 美国当然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美国当然他有自己的内部矛盾 当然这种族群之间的不同或者或者这种相互的这种 也不是说也没有任何矛盾 但他这个矛盾没有人在预料 美国某一天就会 哪个州就独立出来了 或者十分五裂了 你做这种预言的人 他可能就是太天方野谈了 没有人会把他当真 但是俄罗斯是有可能的 而且还有个例子就是南沙夫 南沙夫以前也是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但是一样的跟苏联一样的走上了 走上了分崩利息的道路 他一旦分崩利息的时候 你看他之间南沙夫也发生了非常残酷的内部的 可以说是武装冲突 甚至说战争 类似于战争这样的冲突 像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 是相当相当相当恐怖的 他们虽然曾经在一个国家 甚至大家可以说是兄弟 当然信仰不同 宗教不同 背景不同 当然他们一旦打起来的时候 那可能是非常残酷的 其实他们也就是他们之间 已经形成了非常严重的 可以说是民主问题 其实前苏联也是国家打得不可开交 比如阿塞拜疆和亚美利亚 他们本来也都是兄弟国家 曾经他们共有那个苏联光辉的历史的 苏联也有他很高光的时刻的 苏联也曾经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 他也是那个唯一二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但是这种共同 有这种共同的历史的 这种两个邻居国家 他们打起来 现在就断不了 他们这种仇恨 就好像解决不了 是的 那你看 甚至联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这在苏联当中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 而且他们的这种种族 可以说是极为接近的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民族 我想用这些例子来说明 如果中国 他接着往下 就按照目前的这条道路 显然这条道路 是不光给中国产生巨大的问题 他还给周边产生巨大的问题 还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问题 他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 那就肯定会走到 前苏联或者是南沙夫 这种例子当中 因为 因为这个独裁体制 他剥夺你 里面的居民 或者是里面的公民 或者是里面的平民 群众 百姓的自由 而且他有一个 垄断政治和经济的那权贵阶层在那 他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经济 社会政治 所有的问题都会造成 就是这个体制 他就会 真正的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巨大灾难出来 这种灾难如果体现在一个 比如说民族性完全不一样的地区 比如说新疆 比如说和在和维吾尔族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中共对维吾尔族实际上 可能比汉族还稍微好点 按照某些 我不是说他一定就好点 他肯定也很 他很残酷的 但是你不要认为 中共他会对任何民族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他都是那一套铁腕统治 他都是那一套 可以说是 他对汉族也是一样 一直是这样 但是在新疆 他就有可能 因为中共的这种独裁统治 他最后就会 转变成一种民族问题 所以新疆这些民族问题很严重 还有藏族 西藏也是这样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路往前走 你可以看到周围的这些 不想跟你过的这些地方 或者说不想跟你发生任何关系的地方 他们这种离心力就越来越强 所以很多地方 他的这种离心力 他的独立的倾向 这种意愿 其实中共在里面是助推起 因为中共他做的 他为了自保 他做的一条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他就是去采用了极端民族主义 他在这个汉族 或者说中国人这个圈子里面 长期的 从我们小孩的时候就开始 就是这样 民族主义是他的一个 某种程度上说是他一个高招 他只要把这个中国人煽动起来 让他们具备非常强的 民族主义思维 那他就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某种自保 那就可以让中国人非常的去反感 美国 日本 这些其他的西方列强 因为中国 中国的确在 近代史上 遭受了非常多的屈辱 这个整个民族 它是具备一种强烈的民族 民族自尊心也好 民族敏感度也好 甚至民族主义在里面 它已经具备了 中共再把它点燃 再把它吹声 再让它煽风点火 那只能就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一直在这说 我不是给台湾的朋友也在说吗 我说你们最好把这个目的就针对中共 你要把中共和中国人区分开来 但很多台湾人他没办法 没办法理解这一点 因为如果你一旦把中共和中国人绑定了 你对待他们是同样的对待 中共是你最大的敌人 那中国人也是最大的敌人 那这个就变成一种民族问题了 变成民族问题之后就没完没了 民族问题是最愚蠢的 也是最残忍的 你没有办法说这两个民族 谁对谁错 没办法说 但他们这种 他们这种矛盾冲突 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持续 多少代人 因为我们在 中东 欧洲 这些地方都看到这样的例子 甚至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之间 他也 当然了 这持续时间不是特别长了 但也有一定历史了 所以一旦把一个问题 最后转变成民族问题的时候 这个 就是很残酷的 对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你只要是限制到中间的 这两个民族 没有任何好处 我的观点就是 如果中国继续按照现在的路走 那绝对最后的下场 会跟苏联 会跟南沙夫一样 那的确中国 会到时候中央这个政府 已经他没有办法 他控制这些周边的这些小地方了 等他 他的经济问题 他没有实力的时候 他有实力倒还是可以的 所以这一切就取决于 他有没有实力 但是中共呢 作为一个独裁的统治阶层 他必须会把中国搞到 这样那样的问题 搞到灾难当中去的 最后中国 这个中央政府 他就没有任何实力了 最后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他就会分崩利息 这个可能对很多 那种 对于大中国 有这种大中国念头的那种人来说 这个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 这是高概率会发生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呢 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那就是 那就是中共在把中国彻底摧毁之前 中共在把中国的所谓 内部的实力摧毁之前 他能实现民主化 如果能他 他能做到这一点 而且他实现民主化之后 他实行 比如说 重新去设计一下自己的制度 重新去进行制度改革 他给予所有的自己的公民 然后周边的这些邻居 曾经的这些亲戚朋友 或者是同文化圈的 或者说你说同胞也好 这些周围的族群 以最大的自由度 同时他如果 因为中国 如果在经济上 有一个巨大的吸引力的话 那他实际上自然而然 他会吸引非常多人在你旁边的 这就是跟个万有引力定理是一样的 一个巨大的信息 他必然有很多小信息 为了他转 是必然的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相信力 没有这个吸引力 你的经济没有这种 能够给予周边的 所有的国家好处的这种能力 那你也不可能让别人团结在你周围 就像现在美国一样 美国它是世界上第一大国 那自然而然就有很多人 就想去走线也要去 很多地方就说 你比如说墨西哥的一些州 他如果美国愿意接受 他绝对同意 他绝对投票同意 你墨西哥人个个都想 都想过去 只要过去了 那就情况不一样 就这么简单 其实 当美国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他有他的 他是让他的公民当家做主 他有个自由 这两个字在动 他有法制在动 这不是说 美国就碰巧是这样 所以 中国只要沿着那条独裁 专政的道路往下走 那就是等于说是逆天的 等于说就是违背这个潮流的 那绝对这种各种问题会遇到 光哉我就说了 但他只有走一条 他如果在他称政的彻底的毁灭之前 走上一条真正的正确的道路 那你会看到的是 我们现在那种反感 就会消失特别的多 毕竟你无论是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甚至你说维吾尔的新疆 或者这些 毕竟他们还 他们还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在里头 特别是香港台湾这边 你比如说我在大陆 我也碰到过很多在大陆的 做生意的 或者去那工作的 因为台湾人相处起来非常的容易 如果没有那么一条 大家没有这么一个隔阂 没有一个铁幕在那 现在实际上是一个铁幕 等那个东西消失之后 因为到时候有更多的机会 大家有更多的表达 或者说你有更多的自由度 你就算宣布独立了也没有关系 那大家再签个协定 签个协定就是说实行 比如说免签证各种各种各种这样的方法 而且如果真的 他就像欧盟一样的 他有那样 有那样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 因为我相信中国走向民主到时候 那经济会再上不止一个台阶 说不定再上两三个台阶都有可能 那时候他吸引力量非常大 那现在欧洲 那大家欧盟 大家基本上你可以到别的国家去 没有限制 那你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欧盟当中 还有民族冲突吗 法国和英国在历史上两三百年前 也打了很长时间 法国英国从来是死敌的 那现在他们还是吗 所以 还有法国和德国之间 那二战也打成那样的 那现在他们还怎么 他们就能够 没有什么矛盾了 现在他们怎么现在有不太可能 两个国家再重新拿起刀枪来对干了呢 就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 那 现在我们看台湾和大陆之间 还有这样那样的隔阂 双边 双方好像还有水火不容的地方 但一旦中间那没有那个隔阂了之后 我相信 他们之间的紧密的联系 会超过法国德国 甚至超过欧洲的 那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 所以呢 并不完全是中国就一定会四分五零 这叫观念看 中共最后 会怎么样演化 中国的这个政体 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会怎么样变 还是有一定机会 炒作好的方向发展 好 今天先先先聊这么多 咱们明天再聊 拜拜 拜拜 再见